大家好,我是小哲哥 前一阵子,KPL最佳选手之一的猫神 从中单转辅助的消息,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并且猫神自己都确认了此事 每天直播都在练辅助 看着属实有点心疼的感觉 曾经的中单冠军选手,如今落魄到只能去打辅助位置了 而最近,在一档节目中,猫神表示 自己最辉煌的时期,是2019年夺冠的那一刻 这是他作为一时大的中单兼队伍的核心指挥队长 不但在游戏中开上了前期中路暴武林团的打法 而且还获得了19年世贯的总冠军 站在领奖台上的他,无比自豪,成就感爆棚 同时还获得了那一届的FMVP 和貂蝉的猫影幻武专属皮肤 同时猫神还自爆,曾中单转辅助的原因 就是想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 就还想再拿一个冠军 猫神这个想法是对的 其一是现在还有那么多粉丝一直不离不弃地支持他 其二,毕竟现在对于他这个成绩退役 去做直播的人气 或且商业的价值并不高,甚至借不到 所以有网友也留言说到 在19年猫神巅峰时退役或去做教练多好 结果现在整的晚节不保 巅峰时急力勇退才是明泽宝神 可谁又不想在巅峰时多拿几次冠军呢 其实不管怎样 作为职业选手,猫神已经很成功了 对此,学伙伴们认为 猫神主要辅助会再次打回巅峰吗